麦坤小车超音波感测元件 我们要来设计一个倒车系统 比如说爸爸的汽车呢 当他车子开到地下室要停下来 快透退的时候快撞到墙壁 离20公分车子就要停下来 麦坤小车感测元件呢 就是这个可爱的眼睛 这个眼睛不是拿来装饰哦 他是超音波感测器 右边这边可以发出讯号 当碰到障碍物的时候呢 他会弹回来这边接收 然后马上运算 这段距离告诉是等于多少 那我们车子在行进的时候 如果距离小于20 那么车子就可以停下来 好 我们先认识一下 这个是麦坤小车的超音波感测元件